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岁了 家里还有三个儿子 要养 妻子无业 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 但无奈下岗了 那也有网友是谴责巴萨俱乐部的无情 还总结出梅西黎队对打工人的十条启示 比如 不要把公司当成家 不要跟老板谈感情 还有网友联想到了普通人的中年职场危机 调侃说 即使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打工人 35岁了也会有职业危机 但据在大家调侃之余 梅西又在就业了 巴萨的决定这边刚一公布 法甲航门 巴黎圣日尔曼随即宣布了梅西加盟的消息 那在舆论的背后呢 梅西这波下岗后迅速再就业的操作 正显示出专业水平和能力对一个球星职业生涯的重要性 对梅西来说 多年如一日的刻骨训练和高度自律 让他在34岁的年纪依然保持高超的经济水平 也让好的球员永远不屑下架 不再许一句空话 那从职场的角度来看 关于梅西的故事或许要比单纯的调侃更值得思考 自身的核心实力永远是选择未来的基础和底气 无论咱们身处哪一种岗位都需要不断掌握核心本领 只有培养了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真正的拥有杀手锏 进而将选择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的手里